进入到第三章第三节讲的是两个系统 一个是呼吸系统 一个是排泄系统一起讲 那其中呼吸的部分 国中讲的蛮多的 那高中补充一点点新东西而已 我们就很快的把国中学过的复习一下 再加入高中所讲的新东西 好先讲讲 人类的呼吸系统也叫呼吸道 其实就是你的空气从鼻腔进来之后 最后到肺泡所路过的走道 就叫你的呼吸系统 所以也叫呼吸道 我们很快的念一遍 一遍有什么 鼻就是鼻腔 咽喉气管 然后就分支成支气管 支支气管 支支支气管一直分支下去 最后到了肺泡的末端 就形成你的最大 那个肺泡堆叠在一起 形成最后的重要的呼吸器官 就是肺 只是肺呢 这一页没有出现 它在下一页 所以我先把它名字写在旁边 所以人类的呼吸系统 一遍不外乎就是 鼻腔咽喉气管 一直分支到最后的肺泡 然后就构成你的肺 就这样子 不难 那我们很快的把这些构造 它的功能跟性质 很快的带过 像鼻有鼻腔 鼻腔有三大功能 过滤 湿润 及温暖空气 其中湿润 跟温暖 大家很容易理解 因为鼻腔中有 鼻腔黏膜 黏黏湿 湿滑滑的 各位有个观念 你身体里面有个地方比较湿滑 或是它会分泌液体 就代表那个地方一定有丰富的围血管网 因为你的组织所分泌出来的液体都来自于血液 所以你的鼻腔黏膜 富含 围血管 那围血管来 它会带来 那个血液 血液就带来的水分啦 也带来的你的体热 对 血液是温热的 它带来的体热 好 往前看 这个水 帮助你 那个 画错了 这个水呢 让你的空气变潮湿 这个热的 让你的空气变温暖 所以 潮湿跟温暖空气 谁执行的 鼻黏膜的 维血管网执行的 好 那第一个过滤是谁呢 过滤也是鼻黏膜的水分 大家看到过滤两个字 都会直觉 是鼻毛吧 你的鼻毛很粗 这么粗的鼻毛 怎么可能挡得住 空气中的灰尘呢 鼻毛挡的是谁 挡的是昆虫小虫 那你的这个过滤空气是谁啊 还是鼻黏膜的潮湿湿润的那个黏液 因为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什么 黎明及起 撒扫停除 诸子家训 为什么起床之后 叫做撒扫停除 为什么要用的是撒扫停除 因为不是只有扫地 扫地会扬起很多灰尘 你还要撒水的 扫地完了 所以你们以前在国小打扫 或国庵打扫 你们说 撒一扫灰尘很多 要撒一点水 让地面上的水 把空气中的灰尘 沾附到地面上 这又是你的鼻黏膜的黏液做的事 它让空气中的灰尘 黏在黏液上面 而这个黏液就会逐渐变干 而浓缩的那些杂质 就是鼻屎 如果还没完全凝固成 或是浓缩成固体 就是鼻涕 那鼻涕紧出来 或扣出来 就是你们过滤出来的杂质灰尘 对不对 所以这是维修板造成的 好 第二个 为什么空气到鼻箱 要让空气温暖又潮湿呢 各位可以想象 刚好今天天气比较温暖 你们没有感觉 前几天空气冷的时候 你用力吸那个冰冷空气 你会觉得鼻子很不舒服 冰冷空气直接到你的鼻子 你的鼻腔会不舒服 你可以想象 这么干冷的空气 直接到你的肺 你的肺就受伤了 还好没有 所以在你空气从鼻腔到 咽到喉到气管 不断的被这些微血管加热 而且给它水分 温暖潮湿它 到了肺泡这边的时候 空气就是温暖潮湿的了 你的肺就不会受伤 为了保护你的肺 那怎么佐证呢 在寒冷的冬天 你呼出来的空气 是不是温暖潮湿 不相信 我们不是会在玻璃旁边 哈 然后画爱心吗 千命名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你呼出来的空气 温暖潮湿 那个温暖潮湿的空气 碰到冰冷的玻璃 你直接凝结成小水珠 所以那个雾气就是小水珠 你就在那边画画啦 好这是鼻腔的三大功能 过滤潮湿跟温暖空气 都是由鼻腔黏膜的 微血管执行的 好 那接下来是烟 烟是空气跟食物共同的走道 我们等一下会看图说 那烟呢 前面有阴饿 后面有阮饿 什么是阮饿 我们这样也会讲 那既然是猴啦 猴只有空气 没有食物 那猴呢 有个构造叫做生带 生带是两片 结底组织 中间的空洞叫生门 当你的空气流过生门的时候 就会震动旁边的生带 引发声音声响 让你可以讲话跟唱歌 那我们的猴 这边还有个构造叫慧烟 什么是慧烟 我们这样会提 它跟你的一些保护机制有关 那猴的下面就是气管 气管呢 旁边有软骨 叫C型软骨 上面有平滑肌可以收缩 让你的气管变窄 所以有些人 他的平滑肌 如果因为过敏而剧烈收缩 阻力增加 你就吸不到空气 就是气喘 你就要喷那个平滑肌疏脏剂 就是放这边平滑肌疏脏 你才卸到空气 那一样的整个 从鼻腔到 咽到猴 到气管 到支气管 表面都有黏膜层 上面还有鲜毛呢 所以你的气管又有鲜毛 把黏液沾腹的灰尘 推到你的喉头 你就会觉得痒痒的 你就会 就是弹 那如果推到你的鼻腔那边 就是鼻涕 你就会 所以都会把这些杂质 推出你的体外 那如果你今天吸烟了 像烟中的尼古丁 会降低鲜毛摆动的速率 你就会看到那些老烟枪 弹很多 但是排不出来 你就会在那边 而半天出不来 因为它的鲜毛都不动 所以它就很不舒服 好 以上是文字介绍 我们来看图 比较快 先看这个人类的 这个呼吸道示意图 这边是鼻腔 好大哦 下面是口腔 为什么口腔那么小 大家 请你们要有个概念 你的鼻腔当然很大 你的口腔 口腔其实不大 你们说不会啊 我嘴巴很大啊 你把嘴巴闭上 感觉一下 你的口腔里面的空间 没了 为什么 因为你舌头太大了 你的舌头把整个口腔 都站住了 所以你的鼻腔 因为还有骨头支撑 鼻腔比较大 好鼻腔出来之后呢 我现在框的这个区域是 空气和食物共同的走道 这边就是烟 往下走就是喉 喉的下面就是气管 这个图没有画出死道 因为它完全介绍 呼吸器官 那你的气管再分支 再分支 分支到最后的肺炮 整个肺炮 构成个大道的器官 就是你的最后 呼吸最终的器官 肺 好这是一个 呼吸道的示意图 我们接下来用这个图来讲解 这些呼吸道的结构 这个图画得很精细 请各位仔细看 一样的 上面这边叫鼻腔 好大哦 这边是口腔 好小哦 因为舌头太大了 那你的鼻腔和口腔 我鼻腔画圈圈 口腔画叉叉 是隔开来的哦 是被二所隔开 所以如果你不相信 你把舌头往上顶 你的舌头 到不了鼻腔的 因为你的鼻腔和口腔 之间被二阻挡 而二的前面是有硬骨的 叫硬二 后面呢叫软软的软二 软二 你们平常看不到 但是你们会看到 软二突出来 有个这样子的结构 叫做悬涌锤 常常在卡通里面看到的 就是一个 你们晃动 啊晃动那个 那其实就是你的软二 最后面突出来的延伸物 那这个保护口罩哦 如果你用舌头去 你用舌头去推那个悬涌锤 会引发吹吐 呜吐 代表如果你有个大供丸 卡到那里 推到你的悬涌锤 你却 把他突出来 宁愿吐掉 他也不要进去噎到你 噎住会死人的 会窒息的 好 那这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鼻腔口腔被二隔开 二的前方是硬二 后面是软二 往下走 我现在空了 我用笔画好了 空气的流动 是从鼻孔进入 进入鼻腔 鼻腔呢 就会进入你的烟 所以这一边就是烟 好 那这个食物呢 空气呢 进入烟之后会往前 进入到喉 进入到气管 所以红色的箭头是空气的流动的路径 那食物呢 食物是固体或液体 负的 从口腔进入之后 进入口腔咀嚼 好 从这里进入到 又进入烟 所以我们之前讲烟 是食物和空气共同的开口 然后就要往后 到后面的死道去 这两个路径不能搞混 搞混就错了 首先空气跑到胃 脏气不舒服 食物跑到喉部 就噎到 就窒息 所以从这个解剖图 示意图 各位可以了解一件事情 人类的结构 其实不完美 你干嘛要有空间 让食物和空气共同开口 让你有被呛到 被噎到的机会 没错 我们就是不完美 有烟 烟是不完美的结构 它让食物跟空气 竟然是同一个走道 那这是一个正常人的状态 我们现在再给大家看一个图儿 你的喉部这里 这边有个构造 框架看到吗 在这里 不够漂亮 我画个深一点颜色 深绿色 这一个构造叫做慧燕 它中间有个软骨支撑 它叫慧燕软骨 在这里 慧燕在这边 它在喉的正下方 而喉的头头这边 我现在画一个横的东西 这就是声带 空气流过的时候会震动它 它就会发出声音 来 好 那我们平常在吃食物的时候 如何保证食物 不要进入不该去的地方 请看 当食物在这边的时候 你吞咽它 一吞 你们可以摸自己的喉部 你在吞口水的瞬间 你有没有觉得喉部往上移动 往上移动 这摸一下可以摸得到 如果你用摸的觉得不明显 你们在国中的时候 有没有看过同班的男同学 有一个发育比较早 喉结很大的男同学 打完篮球之后 好渴哦 抢了同学的运动人家 就张口就开始灌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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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喉结 上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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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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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吞 有看过有看过这种场景吗 看到这种场景的时候 好远会弹他的喉结 不要调皮 不要调皮 开玩笑 因为他一直在吞咽 他吞小狗小狗小狗一吞 就是他的喉头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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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在吞咽的同时 喉部会上局 同时舌头会往后推 但是这个舌头往后推你摸不到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请看 当你在吞咽的瞬间 舌头往后喉部上升 舌头往后把你的软臥关起来 所以这边关起来了 让你的鼻腔跟口腔隔开 怎么隔 让软臥往后推 让鼻腔口腔分开 同时你的喉上升会造成什么事呢 请看我的手 这个没办法入进去 假设我的头是喉头 但是跟他真的喉头差点头 喉头是个洞 我的脑没有洞 我的头当中是喉头 然后我的手就是慧燕 你看我的手臂就是喉 喉上举的时候 慧燕就会盖下去 下推 上举 下推 上举 所以在拖咽的瞬间 喉头上举 刚好把你的喉头盖住 慧燕就是个盖子 把喉头盖住 一盖住 食物是不是进入来 这边也关起来了 好你看哦 这边关闭 这边关闭 食物是不是只能从烟 乖乖的进入到你的食道 这在干嘛 如果食物跑到了鼻腔 那叫做呛到了 如果食物跑到了喉头 那叫做噎到了 噎怎么写啊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好对不对 呛到了 可能还好一点 你可以一直打喷嚏 把它从鼻腔把食物喷出来 所以有些人打噴嚏到会从鼻孔喷出意大利面啦 这还算好吧 饭啊面算好了 喷出一个鸡排 这奇怪吧 这是呛到 那噎到比较危险 对 卡住了你的喉会自洗的 所以你看哦 天生上的保护 你在推的瞬间 喉不往上把软 把软二关住 同时喉头上去把会员关住 干嘛呢 软二往后防呛 会员往下压防噎 所以你看你的反射上 你在吞咽时 你会有防呛跟防噎的机制 各位要了解 是谁关闭谁 但如果你今天一边吃东西 一边讲话 一边吃东西一边讲话 吃东西的时候食物要进入 讲话的时候 空气要流出 所以这时候就出现问题了 对不对 好我把空气流出画一下好了 就是呢 恶心粉红 空气要流出 从鼻子出去 或是从嘴巴出去都可以 然后这边要震动你的声带 所以讲话时 必须是空气要流出来 所以你看哦 食物 吃吞食物的时候 你会员要关 讲话的时候会员要开 那你在一边吃东西 一边讲话 你的会员开开关关 有时候就会 哎呀没关好 食物就跑到你的喉部去 你就噎到了 尤其是老人家 他的运动协调能力变弱 所以他在冬天吃火锅时 吃共玩常常会噎到 尤其是乖孙回来呀 对不对 乖孙回来要聊天 一边聊天一边吃东西 容易出问题 所以各位 当你看到你家的老人家 在吃大块的东西的时候 你先不要跟他讲话 先让他绞碎了 再跟他讲话 或者是你贴心一点 共玩不要整颗 你切四分之一 切小块 也比较好煮熟啦 他们也比较好咬碎 知道吗 为了保护老人家 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的软二向后延伸 激你的慧燕往后 慧燕往下盖住猴头 可以保护你防呛跟防噎 这是保护机制 好以上这是吞燕时 我们所讲的一些内容 然后内容 呢 感谢观看